這次的報告書我們只是針對仲裁去說 所以剛才這位記者的問題 坐重和包覽訴訟 在香港目前的法例之下仍然是禁止的 我們這次的建議是純粹把這個改革圍繞著仲裁有關 跟其他訴訟以至mediation都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現在建議有三類的收費 第一個叫做按條件收費協議 第二個叫做損害賠償收費協議 第三類叫做混合式按損害賠償收費協議 我們的建議裏面這三類的協議都好 我們有很多保障給公眾人士 包括最重要剛才提到的七天冷靜期 而這個七天冷靜期是比其他的司法管轄區 是更加對公眾有保障的 另外其他的建議 譬如一定要是書面訂立 要很清楚去定名什麼叫成功 這些字眼我們也要求在協議裡面寫得很清楚 目的只有一個 都是要來保障公眾的利益 跟結果有關的收費安排 在全世界來說 很多司法管轄區已經做了 除了香港和新加坡 新加坡其實也在想著改例 所以香港就會剩下來 最後一個主要的司法管轄區 沒有這種收費的安排 第一就是對香港的整體仲裁競爭力 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這個並非針對律師行業的優惠 目的是令到整體的服務水平提高 亦都能夠保障到公眾人士 市民的權益